好 接下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在台北市的室外即使影像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今天天气还是蛮热的 但是呢 其实整体说起来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我们首先先告诉您的是 第九号台风马鞍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呢 您可以看到是在恒川南方大约是300多公里的海面上 这以每个小时23公里的速度 持续朝着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好 如果这个路径不变的话呢 现在预估将会进入东沙岛的海面上 而后朝着港澳还有广东沿海方向前进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路径还是充满一点点不确定性 气象局持续的观察当中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这个台风呢 它是今年第十号的台风叫做歇湖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度台风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它的中心位置呢 大约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这以每个小时22转19公里的速度 持续朝着北转北北东的方向前进 但是由于您可以看到 它距离台湾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因此整体说起来对于台湾来说 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我们来看到 现在在太平洋海面上其实非常热闹 因为很快速的生成了两个台风 因此气象局特别用了一张图 持续要提醒各位的是 由于风力增强的关系 因此在今天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桃园东北部还有南部沿海空旷地带 再加上外岛地区的绿岛蓝雨 澎湖马祖都会出现强风长浪 好这个部分呢 要提醒大家务必务必是要多留意了 由于在这个海面上的浪高 可能会来到三四名左右 因此如果要到海边活动 还有从事海上作业的网友 务必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透过卫星云图 就要告诉您的是 今天其实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因此呢有两个地区 雨势会比较明显 这当中包含了这个东南部 还有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 会变得比较增加 另外呢白天全台各地的高温 大约是落在31到33度之间 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各位 各地说起来 其实天气依旧是蛮闷热的 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以免会出现热伤害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现在气象局持续针对了几个县市 发布的是高温警示灯号 你可以看到呢 首先在东半部地区的花莲 今天依旧是来到了红色灯号 有可能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极端气候 另外橙色灯号的范围也非常的广 包含了双北市中部的南投 还有东半部的宜兰以及外岛地区金门 黄色灯号的范围表示说 也很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包含了台中彰化还有云林 好另外呢 有几个县市则是要多加留意 是雨市的部分 就包含了在恒春半岛的平东 还有就是在东南部地区的台东县 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各位的是 这两个县市在今天要特别留意的 会有比较长时降雨 同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要特别留意的是大雨 另外呢全台各地 虽然在今天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点 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 其实各地的天气还是很闷热 务必也要多留意 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各位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PI444